为了因应高龄社会教育部推行活跃老化终身学习的理念 在全国各乡镇社区设置给高龄者教育学习的场所 也就是乐龄学习中心 仁爱乡观光产业文化协会 也在106年成立的仁爱乡乐龄学习中心 但才短短的跨两年的时间 协会表示将不再承接 令部落族人相当的失望 我觉得蛮可惜 这样子剥夺了我们老人家的那个学习 长域 然后也违背了应该要给老人家那个友善的环境 理事长表示 在106年成立仁爱乡乐龄学习中心之后 辅导单位没有主动协助或是关心执行的状况 也就在没有任何资源的协助下 当年课程没有达到80%执行率 直接扣除下一年度的5%的预算 对协会来说影响非常大 而在经费合销及其他规定上 也认为不适用于远乡地区 在多重压力无法附和之下 协会最后决定今年不再办理 针对协会的反应南投县府教育处回应 由于仁爱乡乐龄学习中心是南投县最后成立的乡镇 县府是相当的重视及协助 不管在联合汇报参访专业研习成果发表 及访试等五大协助的工作 而对于今年协会取消办理 县府提不同方案 让乐龄学习中心来持续运作 协会表示乐龄学习中心去年以拓点到都打村 发祥村例行村原本也将计划在中正法治五届的布农族部落办理 眼看即将面临停摆 不过目前县府也已说明了 将提不同方案让乐龄学习中心继续运作 给长者能够有快乐学习的场域空间 原事新闻英文大导南投普里采访报导 原事新闻英文大导南投普里采访报导